大家好,我是Renway 刚刚看到这个消息,可能很多人也都看到消息 习近平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这个事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 我就想知道一个最核心的点 我看来,他到底让沙利文坐在什么位置上 然后果然不出所料 习近平他真是特别能折腾 他又坐在了中间 然后让沙利文坐在他的右手边 然后这边是王毅 我是皇帝,坐在高沟,在上在上面 你们都是一些小官,坐在下面 我就觉得习近平真的是太能折腾了 起立故障,真的是 然后整体上我看到沙利文那个脸色特别的不好看 然后他新闻联播里面播出一个镜头 沙利文还拿那个笔还在寄笔记 我不知道美国人会不会看到这个场景 真的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沙利文这次来的时候也是 根本没给你铺什么红地毯 这个都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了 习近平你还这么折腾 是不是 那有人说沙利文他不是什么大官吧 怎么可能有人会这么想 对吧 其实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他这个不好去比较 但是有一种声音认为 他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比这个国务卿布林肯位置更高一点 跟这个就是拜登的关系更近一点 有这么一种声音 当然这个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同意 但是整体上感觉就是他这个官职权力能够更大一点 对吧 跟这个就是说总统的他这个对总统的影响力也能更大 但就这样的一个人来了 照样是把你撂到下面 对不对 就是给你难堪 这就是这个一尊做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一起开始开会了 看习近平说了什么 咱们一起来念一念 我一看一看 我都觉得 哎呀 真的是 真能加速 不愧为这个总加速师 习近平说什么呢 习近平指出 面临面对交织 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各国需要团结协作 而不是分裂对抗 那这话意思很明显 你们美国不要分裂对抗 不就这意思吗 然后说人民希望开放进步 而不是封闭倒退 那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美国 就是你拜登政府 对不对 在搞这个封闭倒退 就这个意思 非常明确 然后说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应该对历史 对人民 对世界负责 那潜台词就是 你们对历史 对人民 对世界 不负责 然后呢 还说成为世界和平稳定 圆和共同发展的推进器 等等吧 他说出这些问题吧 他绝不是说 我有问题 我有责任 对不对 我封闭倒退 我分裂对抗 不是这意思 责任都在你们 是不是 习近平向外都是这个样子 我就看他沙利文那脸色 我真的是不好看 然后呢 习近平还说什么呢 习近平强调 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 第一位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意思就是 你们没有树立正确战略认知 所以让你坐在下面 好好听我教育教育你 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呢就是说 首先要回答好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管总的问题 然后呢 这里又出了什么新词 管总的问题 然后呢 说中国的对外政策公开透明 战略意图光明磊落 保持着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 你看 把自己说的 对吧 我们公开透明 我们光明磊落 反正就是我们啥毛不妙 都是你们的问题 对吧 就这么一个态度吧 哎呀 我觉得真的是 你说荒谬 我反正也是 咱就是给习近平鼓掌 你就接着这么折腾吧 我看你还能折腾到什么时候 还能折腾到几天 是不是 我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还说这样的话 对吧 到底是怎么 那全人也谁看得不清楚 大家也不傻 是不是 你整天对吧 就这两天 又派李强去 又派什么 那个陆军总司令 叫李乔明啊 谁就派他去的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这么多 反过来 你还把责任全都推到别人山上 然后又做自己 自卑大光荣正确的 看看吧 对吧 就是美国 我急在强调他 美国他是有实力的 他是不能让你 总是让你这样去羞辱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 撞口 然后他这里面还说什么 他说 沙利文转达拜登总统 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 他这里面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 感谢习主席 波容会见 对吧 他用这么一个词 反正就是 习近平高高在上 他那个展现 除了这个 就沙利文在下面 然后呢 就这个事情吧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这今年 我们看到就是 就是那个 财政部 美国财政财长 叶伦来了当时 来了以后呢 后面就是 因为我记得是这样 好像是 然后布林肯也来了 那这次呢 就是说应该是 拜登把他最亲近的 沙利文也派过来了 这次吧 就是最后的一次 这个最后通牒了 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到你们到底咋想的 对不对 这次来 如果你们还是 不老老实实的 那就 无为言之 不欲 好像是这么说的吧 到时候可就别 怪我敬酒 别这个 就怪我这个 不客气 不要敬酒 不吃 吃罚酒 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是不是 他来个海 还搞什么 什么管线 都到了一个 什么程度了 是不是 所以说 就这个事情 而且我一直强调 这个观点 拜登 他已经没有什么 连任的压力了 对不对 他到底 他有什么 可以顾虑的这个事情呢 是吧 让沙利文来看一眼 你们还是玩名不画 还是非要一条道走到底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整个乌克兰那边的 这个状态 不就是那个样子吗 要钱给钱 要武器给武器 整个就已经开始了 要最后大的一个反击了 起码我是这样 那有人说 你这可能太幼稚了吧 当然咱们一起慢慢看 然后这里面 这次他来吧 还有一个点 我觉得需要 咱们仔细来看一看 就是 他来了以后 不仅见了王毅 见了习近平 中间还见了谁呢 见了军委第一副主席 张又霞 和张又霞 也见了一面 当然有人说了 人家是安全顾问 对不对 见见这面的军委副主席 这也没啥 但这话这么说八道也行 但是这个事情 总会让人觉得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对吧 听张又霞说那个意思吧 就是好像是 沙利文主动提出来 要跟张又霞见面的 那就这里面 涉及到一个战争的问题 对吧 毕竟是军委 第一副主席 对吧 然后呢 他这里面就是说 见面的时候呢 沙利文 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什么呢 两国都有责任 防止竞争 演变为冲突 或对抗 你看 说这么一句话 所以说 这整个这个形式吧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看有的媒体说 沙利文这次来 就是为了下一步 对吧 这个习近平和这个 拜登见面 做一些这个铺垫 哪那么简单 如果单纯是为了 做铺垫的话 那还用和这个 就是说 张又霞见面吧 是吧 根本也没有必要啊 所以说整个这个事情吧 我再重申一下这个我的这个关键 他就是来最后 这个就是说 发最后通牒 你们 那要不要老实 如果你们还是 对吧 一条道走到黑 那咱们就这个 就是真正 咱们就 怎么说呢 不能说战场上见吧 反正也是差不多了 就那么个意思 但是呢 习近平还是摆出一副那个 我是老大的 那个那样一副样子 对不对 当时 布林肯来 走了以后 后面发生的这个事情啊 我就不用一一去列举了 总之这个事情呢 对北京这个 这个冲击很大 有的是美国直接在做 有的是美国联系他的这些 这个同盟 对吧 欧盟也好啊 韩国呀 日本呢 台湾呢 澳洲也好 一起在这个推进 整体对于这个北京 已经形成一种 这个合围之势 连加拿大都出手了 墨西哥也出手了 对不对 印尼 这我就不用再去过多去解释了 那现在呢 你又是这么一个态度 那看了这次沙利文回去以后 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吧 我估计呢 肯定会有一个非常更大规模的这个 就是说改变 前段时间 当时被我七八十家企业被美国 列入这个实体清探吧 对不对 来的时候就给你一个下马威 但是你还是不知道悔改 那真正的这个灾难呢 可能就在沙利文回去之后了 但这只是我的这个一家之言呢 仅供这个大家看一看 反正就习近平这个人吧 他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对吧 就是没有的事 他也能变成小事 小事能变成大事 大事呢 最后都会陪他弄的依法不可收拾 这就是总加速师的这个能力 整体的这期就说这么多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